你在聽的是 Only One Radio 我是 One and One 的主持 Sunny Day 本節目內容只代表主持人 及個別參與人士之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敬請留意 歡迎大家來到第五集的《創業兵工廠》 我是阿Ken 阿Ray 在這裡 我是Karen 來到第四集 剛才我忘記了 我們開麥克風之前已經夾好了 第一句應該是 大家好 往上想來欠條路 早上走遠路 我的普通話真的不是 完全不明白大家想說什麼 阿Ken你講一次 晚上走什麼 我叫你講廣東話再說一次 晚上走這個 Cino 早上走遠路 這個最正經的那個字 你就留下了 是晚上想走千路 想走千路 是想一下 只是想一下 只有想字 對 今個星期大家都聽得多 熱門話題 創業圈裏面 最熱門話題都應該離不開 就是馬雲 雲哥哥 馬雲先生來我們 雲哥哥 大家光臨香港 大場 對 開了一場talk show 好像人家那些 在大球場上 萬人敢照的那些 演唱會 不是 比演唱會 我相信 林爾諾牧斯那些 哦 大家一起來信 哈哈 那我應該都是其中一個信徒 你又去 我沒有去到 是 怎樣怎樣 我只知道我身邊有些朋友去了 他們去完之後 就是 嘗試合照 就多於聽話 是啊 你看到Facebook Facebook洗版的多誇張 是啊 每個人都去了 然後每個人都說 我去了 最重要是打卡 對 最重要是簽到 然後問他們 聽過什麼 沒有啊 就聽網友說話 說了什麼 不知道我 忘記了 其實最主要跟旁邊那個 sosal 交換卡片 就是又是交換卡片 演唱會 很厲害 這期有楊千華之外 我看到最多人post 應該就是馬雲 應該就是他 馬雲那個talk就結束了 我就沒有去 Rae你也沒有去 Karen應該也沒有去 沒有啊 Youtube Youtube 大家都應該可以在Youtube看 對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看 說裡面的情形 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呢 就是 完了那個talk之後 我們就有很多話說 因為 剛才我們都在這裡 已經玩截錄 其實 就是 看回這個 事後的報道 然後 兩位 是不是好像都 我們有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們 他都導出了一個 很重點 重中之重的重點 是 香港那麼多年 靠地產 馬雲就說 如果那麼多年之後 你們還是靠地產 香港就很麻煩了 你就是屁股了 不是這樣說 你就是屁股了 有問題而已 有問題而已 是誰的問題 是年青人的問題 年青人的問題 即是我們有問題 我們都是年青人 嘉嘉地 你當自己就可以了 我一直都當自己是年青的 是不是我寶寶 我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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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0 他還說一件事 即是 地產 不是最應該再單卡地產 而是靠年青人去想 另外就是 其實 一個正常的 trend 就是大數據時代 即是將來都是講數據 先 我相信 即是我們 來這個年代 其實不斷 是越來越多 我們身邊 即是大家創業也好 在不同的旅途上 應該創業了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最後turn out 最有asset的 就是一些 data 可能今時今日 我們創業之後 可能有些客戶資料 其實你不要看這些客戶資料 其實客戶資料 你在裡面做一些適當的分析 或者可能透過一些Google分析的東西 去分析出來 其實原來 裡面的用途 是很有用的 否則之前都不會那些資料 買出去那麼值錢 不得痛 其實對 你要想一下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從近一點開始看 我們以前 大家都一定會一起 上過一些forum 網上論壇的地方 你會去到發現 一個論壇 永遠不會只有一個用途 坐底有百多個 你每個裡面 總會 以前的年代 例如五六年前的時候 當你去到一些forum 兩位去過一些forum 你總會輸出一些個人資料 那些個人資料 最簡單 你的生日日期 你是男還是女 或者你本身是甚麼星座 那些都會有 一些很簡單的細節 但其實當你分析 當你組織的時候 不要說那麼多 一個細細的論壇 我當有二百個用戶 有二百個Member 那裡的二百個Member 那裡的Data 已經捉過你做到很多事情 不要說你現在更大的平台 例如T Diary 也好 例如Only One Radio 也好 裡面所有東西 當你去找裡面的Data 你會發覺 男同女的比例 也好 年齡分佈也好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好像Google有些工具 都可以做到一些分析 例如用Mac機 還是Window機 甚至用Mac device 可能Android iOS等等 其實收到這些資料之後 就對於某些 例如你起碰到目標 某些公司來說 這些Data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trend 每個人都沒有說錯 其實是 這幾年發展得很快 就是那個 只說Big Data 其實呢 之前最年都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或者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 到底Big Data 是什麼來的 就是一堆Data 但其實這幾年開始明朗化了 大家都知道 原來全部這些用戶數據 市場數據 他們全部都是很值錢的價值 所以你會看到 剛才Karen說過 Google已經有這樣的分析 在你網站上分析一些人 來自哪裡背景 可能花錢的行為 各樣東西 現在連Facebook其實都有 我不知道兩位知不知道 其實Facebook是一向有廣告 但其實Facebook廣告 之前就是 他拿一些資料 在哪裡拿呢 在你的個人資訊 可能你喜歡看什麼類型的資料 他去拿這些資料 拿一些興趣 他現在已經不只是Facebook了 他現在整天擴展到 就像Google一樣 他會給一些資料 你可以放在自己的網站 可能放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他會幫你撈起來 他會更加了解 到底Facebook的用戶 到底他會喜歡什麼 他盡量有那麼多資料 就撈這麼多資料 然後他在背後 就去做一些摩擦 其實這些就是 正正在說BigData裡面 他一直在儲存 這個時代 現在要儲存了 你不要小看 現在一年兩年三年 儲存了 儲存了 有這麼多年數的時候 拿回來用 很可觀的 嘩 整件事已經差很遠了 你看一下 Kent 你那些庭眾也是 儲存一下 我們創業兵工廠的庭眾 儲存一下儲存一下 都可能很有用 你也不要說 根據我手上的BigData研究所得 這個節目的客戶增進率是最快的 你知道嗎 當然 太令人鼓勞 應該聽得多的 就會越來越多成功人士 是啊 所有人跟我們一起 變成功人士 是呀 這些叫 還可以合作 是啊 這些就是機遇 剛才我們在說BigData 馬雲在Talk裡面 說其中一樣東西 他在說BigData之外 做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又可以 咦 放放目光 在裡面看不看 他也說了 其實阿里 從來他不是一間 從商的公司 當大家覺得他去e-commerce 做e-business的時候 他很清楚 我不是做這件事 我是做一個 好像數據庫一樣 我是做這個數據公司 就是Data 這麼有趣 就是 跟剛才那件事 是剛剛好 就是真的很適合 其實說 當初 馬雲說創立淘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我不是想他 怎樣賺錢 去到今天 淘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賣東西 其實你會發覺 淘寶很厲害 就是 其實你會發覺 賣家和賣家 他是不需要 extra charge 當然 賣家願意給廣告的 另外計 這是他衍生出來的價值 最後賺到錢 但是其實 你自己是一個很普通的平民 你賣不到廣告的 你只是放一些貨上賣 你是一元都不用拿出來的 是啊 一個免費的平台 你看到這個概念 到今時今日 他都說 我仍然是保持免費的 所以 你會看到 他的鋪 那個鋪 即是 接下來那條路 他怎樣走呢 他仍然保持著 盡量引多些人去用 拿多些資料回來 嗯 這件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看得出馬雲的 vision 很遠 這件事 是一個比較 應該是要很佩服的地方 老實說 比較好 例如 這個 Ebay 甚至香港的 Yahoo拍賣 其實他們中間的 營運 看起來 表面上的營運模式 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是買東西賣東西 但是 去到淘寶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用的時候 總是差一些東西 等一下你會覺得 總是舒服些 因為你給的東西 你給的錢會少些 不要計算表面賬上的差額 而是他 你說手續費 其實他真的沒有 可能有些人會不覺得 但是你Yahoo拍賣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你是要收費 你要刊登拍賣費 2元 貴一點再加多些 或者你給廣告費 又會再加多些 然後去到Ebay 不用問 一樣有 但是唯獨 淘寶是沒有的 這件事剛才Rae不止 其實我都沒有察覺這件事 但是 這件事原來 其實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覺得比較奇怪 我本身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覺得 我在想 其實他本身 純粹因為他的生意額 已經夠大了 所以他可以直接 Wave 了這件事 而他又可以同樣地 去生存到 我本身就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 你剛剛在說 其實是數據庫 其實淘寶也是一個數據庫 其實馬雲 心目中 淘寶的營運 並不是淘寶表面上那一堆 而是淘寶裡面的資料 背後的那些人用 很簡單 可能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 你想想 你自己如果開一間店 或一間E-shop 你如果靠自己買貨上去 你有多少貨 你可以放多少 或者做多少 但是當全世界人都幫你 放在那裡的時候 你想想 你這麼多貨的時候 就會自然會有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的時候 其實你要記得 看那些人 正正是你一直拿去 撈去資料的人 你想想 他們去看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 反過來再推銷他們 原來這個人在找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看看 在自己的天貓裡面 或者各樣東西 就去找 看看有沒有貨是適合的 就直接推銷給他 你想想 其實他們就是靠這個途徑 去賺錢 去令到淘寶可以繼續運作 還有不要忘記 你淘寶買一件貨 其實淘寶的賣家 他的貨就發送了 但有錢還沒收到錢 那中間那條數 卡住那條水 那條水 那條水 那些錢 你都算一下 其實他還比銀行 真的差很遠 你再想想 除了淘寶之外 你想想想 還有支付寶 那些Click Club 那些東西 你想想 其實他的一條龍服務 其實真的很過分 我真的覺得很棒 Ebay也沒那麼厲害 其實支付寶 我覺得是最棒的 配合整個淘寶 怎樣是棒的 詳細解釋一下 怎樣是棒的 因為支付寶 那時候是配合淘寶 阿里巴巴 那樣 如果沒有錢流這件事 其實整件事也很困難 在淘寶 那也對 因為你始終需要一些錢的東西 去吸引人 去注資下去 我們用通俗的宅男詞語 就叫課金 你不課金 基本上所有東西 就不會流浪 即是很窄 我也不明白 總之簡單來說 就是你要付錢 你不付錢 整件事就不會流浪 說到這幾件事 一直在說的是馬雲 甚至之前幾集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提 例如中國大媽 支付寶 中國大媽 開中國幾個市場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馬雲 嚴格上來說 是一個很強勁的吸金高手 算不算呢? 算 但是你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他這麼多年前 即是十幾 十五年前 他到底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他的故事 其實我沒有 我一直都沒有怎麼留意 其實我本身呢 我本身對淘寶 比較慢的 知道比較慢的 慢熱的 知道比較慢的 那群 所以 到我真的知道淘寶 其實整件事已經順利了 所以我對他之前 馬雲之前的事 其實是 比較有認罪 但內何 是難去找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呢 應該回想十幾年前 應該剛剛那時候 一個月下風高的晚上 對 差不多了 我忘記是否說SARS 還是什麼 好像是SARS 2003年 2003年 大概是12、13年前 他就說 其實那時候 他就被困了在家 是 那馬雲就說 被困了在家 慘了 就是不可以外出 要被人 這是不是叫軟感 軟感 軟感就很大過了 蕭感 因為 要隔離 所以在家 然後發覺 慘了 在家什麼都不能做 連街都不能走 那顯身呢 他就去想 喂 不如我做個網 真是網上購物吧 那他就 決定了 就是那時候 決定了去做 其實這次 某人也有說 就是說 他當年創業 他很有趣 他是十八個人一起創業 十八個人 那麼多個人 他們集了五十萬 他們計算過 那條數 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應該大家可以分享 故事學 他想集了五十萬 他想支持二十個月 是 二十個月 差不多兩年 年多兩年 差不多 誰知道 他到第八個月 就燒光了 那麼快 如果是你們會怎樣 如果我是他 我就撿了他 叫人再丟錢下來 Karen Karen就會再丟錢下來 我就叫你撿了他 靈為玉碎 然後他就 好像Karen 要再找人 丟錢下來 然後他就走到美國 去到美國 去到美國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 那些人去 拷錢 其實找資金 但是他試了很多間 30間 都倒閉了他 就是說 不行 我覺得你這個沒有特別 覺得 你應該沒有可發為 那麼多人拒絕 沒有多人成功 然後他就靠自己去堅持下去 但是最後都被他捱得過這關 真的他們堅持下去 就做到 剛才說 沒事的 我們最多一起去找工作 我帶頭 馬雲說 如果到時真的沒有我一起 帶頭找工作 我再做過 沒所謂 去到我的地步 哈哈哈哈 但是 就是說 其實 其實你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今時今日 我們做創業也好 自己做很多生意也好 其實別人不看好你 不一定是最差 也不需要看低 你最早自己要有一個信念 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 如果你連自己也覺得不行 你懷疑就很糟 但是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你應該要很認真想一下 應該要堅持下去 因為創業的旅途應該是 最辛苦就是 你不斷要失敗 每一刻都失敗 失敗 失敗 到有一刻成功 就說 我成功了 但其實別人 就從來不會知道 你背後失敗了多少次 失敗了多少次 失敗了多少次 或者中了多少招 有多少煩惱 我想起近期 準備上那套電視劇 那個預告片 即是嘉義媽媽 我轉場給人看 然後砰 在牆上 即是 都是一個 可以叫做 發人心醒的例證 因為始終 好老實說 像Rara所說 你創業的事情 就是你有經過無限次的嘗試 然後當你最終成功的時候 別人就只會看到你成功那一面 但你失敗的時候 別人是看不到的 都是那一句 最重要的是 要給信心 即是要 不停地把信心灌注給自己 以及灌蓋給你身邊的人 令到整件事 可以一直有那個原動力 最成功的原動力 就是你要對那個勝利有何求 要不然 你沒有那個野心的時候 你根本上 整件事沒有一件事會有效的 對不對 對 好好待著馬雲說 即如你所說 失敗 就不可怕 但是呢 你要記得 堅持成功 就很難 總之就不要怕失敗 因為失敗了 是不需要坐牢的 當然是坐牢的 哈哈 哈哈 失敗了 並不可怕 還有 尤其說 看別人成功 就很不容易 其實知道背後失敗的原因 才有更多事情 就是看別人成功 其實沒什麼好學 成功都已經成功了 對 但是看別人失敗的旅程 到底別人是有什麼做得不好 而導致 為何他們那件事不可以成功 究竟關鍵在哪 其實真的很值得去學 這件事 阿忽法其上 我想如果 你不是說我失敗嗎 哈哈 要邀請你 傻 傻豬 我意思是說 忽法其上 如果突然找到一個人 他失敗了一個故事 然後我們把它改良 然後我們把那個失敗的例子 成功了 整件事都應該挺有趣 阿Kent你不就很聰明 對 那時候就是奇才 企業改造詩 那時候就是 是不是叫做什麼白鞋子 改造詩 不如說什麼 我又不是蘇文芳 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一節講到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講講其他新聞 無明事的歌 唯一訪談及音樂節目 主要是 嘩現在在做什麼 我請你回來錄禁告呀 請你回來背書呀 你走開我自己錄吧 無明事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上線 咦 那不就是隔個星期一次 哦 Welcome to Listen Only One Radio首個法律節目 同大家講解中小企 在創業路上必須要留意的法律知識 記得收聽由法業規管事務顧問 官邻贊助的法規先鋒 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由香港史學會 跟你講人講地 香港地 休息完回來 現在就來到第二節的創業兵工廠 剛才第一節就講了一大輪 但是有些重點 我們一直都還沒講 重點在於什麼呢 就是馬雲那個聲稱的十億基金 咦 兩位應該也有聽過什麼叫十億基金 喉住了很久 是嗎 在等著 期待著 後來這個 這個talk 裡面好像也有提到 我記得 但是好像又 指紋樓梯響 又沒有什麼實質過播 對吧 因為他現在還好像是 成立初期 剛剛開始 他說他會找專業人士去打你 就不是他自己 因為被免同意 壓力有這個衝突 嗯 其實他說得對 其實那句 十億對於他來說有多少呢 對於一個中國首富 雖然他剛剛好像最近跌下來 跌下來 因為股價跌下來 被人告 但是anyway 老實說 那兩位 和我呢 都厚敬那十億基金 老實說 都希望可以在那十億基金裡 分一杯羹 也能幫到一下 對不對 但是 如果真的用起來的話 你兩位會放在哪裏用呢 先問一下 那又問一下 又說可以放在哪裏用呢 怎樣放在哪裏用 應該是怎樣運用 應該是說 好像是大陸市場 好像說 其實 到現在為止 錢是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是嗎 最重要是真的 他們這些 這些基金 或者其他 幫助你 可以增加 有導師 人物 Karen就知道了 Karen你當時是什麼 人物 還有導師 就是 最重要是他後面的網絡 嗯 的確是 錢是還要有用 但是坦白說一句 如果你的東西是好的 錢何手 即是你坦白說不好聽 我夠用 我真的去銀行借錢 也好 Fersonal Loan也好 我夠建議 但問題是 你人物那些借不到 的確是 你坦白說不好聽 馬雲如果看中 你坦白說一句話 我想你已經好過 你做千千萬萬的Marketing 馬雲說 我要這間Tea Diary 你不用做了 他買了我們一件T-shirt 他買了一件都夠 夠啦 對的話 說到差不多 馬雲那個 除了十億基金 這個比較受注目之外 還有一點點都比較有趣 例如好像 我記得他臨尾提過 他什麼 風口 站在 風口上 珠都能飛 真的很誇張 珠都會飛 什麼料子 這個 說到好像卡通片一樣 對 即是 內地有些口缺 是嗎 內地搞startup有四大口缺 是嗎 不如說來聽聽 第一個就是說 站在風口上 珠都能飛 為什麼 為什麼 他說這個是雷軍提出 雷軍就是小米那個 小米那個 對 他說 專注極致 很悲快 其實大陸有很多這些 很奇怪的 很有心意 其實他 事實上 即是內地的山寨豬群 對著風口衝鋒的速度 跑得比狼還要快 其實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當年 有很多人去做團球 一窩蜂起了很多間團球 但最後呢 一夜就倒了 是的 的確是 這是一個很慘痛的歷史教訓 大家都記得 應該是早一兩年前 你在大陸基本上 什麼都是團球 我要買這個 全部都是團球 小肥養有團球 什麼都是團球 香港團球都沒有那麼誇張 大陸是真的很誇張的 因為大家 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不得了 一窩蜂 但當大家一窩蜂湧上去 好了 跌跌的真是最快 為什麼說豬呢 就是這樣 你這麼嚴重 但是在風口裡 一吹起你 什麼都升上去 什麼都怎樣 誰知道風一過了 潮流一個 trend 一過了 跌得最快當然是豬 雀仔就吃飛了 雀仔就沒事了 或是會瘦身 或是非天少女 豬是丁 非天紅豬盒 過光龍 第二個 他就說要得90後 才可以得天下 這個挺合理的 為什麼 講完詳細一點給聽眾聽 因為現在90後都開始 成為一個主力的消費群 如果你要了解這個消費群 或者想搶到一個好一點的市場 其實都要去了解90後的思維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給他什麼 不知道賣什麼給他 都合理 因為基本上 你想想現在 用電話最多的 不算80後就是90後 你不會一直數上去 我相信 我想應該沒有幾個中國大媽 我們上次說中國大媽 但其實你還要記得 雖然有一群中國大媽真的用 但也有一群中國大媽真的不會用 但90後就不是 你想想他們是誇張得 可以為了iPhone 可以為了iPhone 可以做多少飯飯 或什麼都好 他們什麼都肯做 你想想到那個動力 他們是多麼大 我可以什麼都不要 可以不吃飯 但我不可以沒有iPhone 所以我們在身邊 真的差很遠 很誇張 所以只有90後 只有天下 記住啦 沒有金定律 可能你的聽眾也是90後 也對 也不少 你沒辦法 只有天下 最重要的是 我其中有一個領悟 就是 老實說 現在他們開始大 90後現在開始來了 所以 在他們要做的時候 即是他們開始變成洗費 可以花錢 開始成為他們 核心的一個群組 所以他們可以花錢的時候 去了解到他們的市場 trend的時候 對於你去銷售你的產品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計三個 說完90後 我再說 剩下還有兩個 好 另一件事就是 低頻打不過高頻 這些是我們中國的定義 簡單來說 就是 以前傳統生意的人 都會覺得 我寧願服用一些高消費額 一些高真正服務 因為 雖然我可能會賺1% 但如果想想 1,1001% 就很多 所以很多人會想做這些事情 什麼叫低頻高頻 其實它就是 平常和場景的應用 即是說 其實低頻就是什麼 例如說 它可以使用的場景是少 以及高頻是多的 到底這個例子可以提供什麼呢 例如 現在大陸叫車的模式 什麼叫高頻呢 因為它可以應用的場面是很多人使用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人們都會使用到 所以高頻是很廣闊 雖然每一個賺的錢 可能是很少 可能是幾元 幾元 但加起來就很多 這就是所謂高頻 低頻是什麼呢 低頻就是高檔的轎車服務 可能一些高檔的消費服務 這些就叫低頻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相對地 較少人使用 但是它裡面的消費加碼是高的 可能你租一次車 那些車是幾千元 你叫的士是幾十元 但是 那個相對應用的場面是低的 那麼他們就說 低頻是打不過高頻 就很正正是 Aparo 而教 即是說以前那個 生活模式是對的 因為以前 你沒有移動應用的年代 即是沒有Apps的年代 你想想一下 大家都是一條車 你當然是搏 做一單大的 好過做一單小 但到今時今日 不是了 就是你Apps 電話已經達到這麼多人 那麼你達到這麼多人的時候 就自然會發覺 咦?不是了 你計算一下這條數 唯一唯一 就算每一個賺幾元都好 如果我的Base夠大 我一樣可以賺得多 所以那個 傳統的模式 就不同 所以為什麼就會衍生了 低頻打不過高頻 我想 無論你是在大陸就好 就算是今時今日香港 其實這些東西都開始越來越發展得快 你會見到 其實很多不同現在的生意 其實你會發現 以前經常覺得 可能做高端消費的東西 現在都開始越來越做低端 但寧願那個Ferency夠高 嗯 就是流量會快一點 多一點 雖然不適合少一點 但做多幾單 搞定 還有那個成本的問題 我相信是 即是說以前 可能你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那個成本 每一單你都會有個Cost 是很高的 因為那些可能是 譬如你要以前 你可能說回車的例子 原來要請一個人回來 接電話 你想想如果以前你要接電話 才可以幫他喊到的士 你一個人每一分鐘接幾個電話 我當你一分鐘接兩個電話 你一個小時最多都是有限 不同的 現在因為全部都是電腦做 Apps 按 按完便自動去找司機 中間經過科技的年代去轉了 轉了人力的時候 就自然地 這些東西就會變成 原來不需要再這樣做 所以說 如果你說我們現在創業 有得思考的時候 大家想想 是否只要走去高端消費的模式 其實也不一定 寧願Ferency夠高 多人用 你可能相對地就會走得更快 即是說50元有得思考嗎 你應該50元就一向有得思考 我們不要黑銷售 雖然50元說實在真的很快 不要說 Only Radio也很快 是啊 當然 現在很多人聽 你會看到 即使現在食屎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食屎 食屎當然不一定有高端 一定有 但其實也有一些 是反過來走的 就是走速度 雪屎給你 價錢可以便宜 但是可以做更快 禁忌了 現在也有這個 這個模式 大家在創業時 也可能要考慮 極度essa 其實是走賺多點 或者是次賺少點 但是少點 是讓 hàng的Gl 這些都是順暢的 我覺得這是很值ote 要很值得思考 打聽來思考 第四個 羊毛出自羊生長也聽過了 是 羊毛出自豬身上 嘩 這是新的 這個大家要學一下 為什麼叫羊毛出自豬身上 簡單來說 阿Ken我請你吃飯 不過今天其實Karen也要請我吃飯 我跟你們一起 Karen就請我吃飯 順便請你 那我不是做了豬嗎 Karen就做了豬 我就是羊 但我一元也不用付出 我又可以請你吃飯 但你欠我人情 人情牌我照吃了 這個就是羊毛出自豬身上 這就是他們說是乾坤大樂意 很厲害 武功身法 把底部不斷轉 現在他們常見到 你說收一些廣告 公關費 這些常用的模式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招式 就是 以前我們賣廣告 或者賣服務的時候 其實根本所有廣告費 都會計算到我們賣貨的成本 現在就不是了 你要反過來想想 如何將這些細節 轉化到另一個人 去幫你付賣 對,幫你付賣 你就會賺到中間的差價 或者各樣東西 簡單來說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人家去幫你賣廣告 你其實自己又不用雜貨 什麼都不用 你純粹做中間左手交右手的角色 即是說 他賣廣告 你純粹達到他 給他一件貨 你就直接賺到差價 即是不用自己 拿到任何成本出來 原來沒有出自豬身上 難怪他真的叫乾坤大內義 這招真的很高明 好絕 這招超級高明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不用做任何東西 而你又可以賺到中間那個 名譽上的差額 又可以減生成本 他講了其中一件事 對於創業者來說 應該會有共鳴 就是他講的是 這個正確就是燒天使投資者的錢 哦 這個就是正確的 即是你拿了ANGEL FUNDING 其實他就幫你燒了他的錢 但其實你就賺了他的名氣 當然 這個世界公平 他能給你燒錢 他就希望購一購 就好像買樂彩或買馬仔 購一購有一個機會 那一招十二隻 中一隻呢 我就不得了了 就已經翻版了 一定是 他們期待的就是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這件事是不是 其實當然不是只有ANGEL FUNDING 其實你有很多不同的場合 你可以想想想 如何儘量將自己的成本這麼低 跟別人分擔一下 對 跟別人會不會分擔到呢 或者將這些 有效資源運用 對我們來說 我自己相信一件事 通常我相信的就是 不要毒食 通常都不要毒食 因為毒食通常是難肥 你肥完之後 就變豬 那不就好 就變豬 就變難肥就好 或者不變豬都由自可變水魚 就最慘 會 很難說的 我相信這個世界公平 你這方面 在毒食的時候 難肥的時候 就會被人敲回頭 到時候 你就變成水魚 就被人敲回頭 我反而都是那句 大家拍照就不錯 開開心心 大家一起讚 這個樂觀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馬雲也有說 馬山也有說 你要記得保持住 那我跟馬山應該很友好 友好 對 什麼時候請他來做節目 對 我和你聊一下 我和你聊一下 對 今晚發夢的時候 先去說 猜猜猜猜 那馬山 我的好朋友 怎麼說 他說創業的人 要保持樂觀的心態 很樂觀 每天都很樂觀 還要堅持 還有行動 有堅持了一年多 這三件事缺一不可 三件事缺一不可 我相信 這麼多位創業的朋友 都應該是這樣 否則老實說 都應該蠻難捱的 哈哈 都應該蠻難捱的 都應該蠻難捱的 我想馬雲的拖 我們都會說到七七八八 不過 這陣子我經常聽到一個概念 大家聊天 我們沒所謂 沒什麼立場 我會見到有人說 到底 創業者 黃維基也有說 其實創業 其實是否應該靠自己 而不是要靠這些基金 靠這些人資助 這陣子我經常聽到有很多人說 到底靠自己還是誰呢 然後就說 當年李嘉誠 誰誰誰 他們都沒有 都是靠自己 誰又資助 你們有沒有這個看法 我自己當然有一套看法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眾志成成的 應該是 有些 怎麼說呢 重整一下句子 有些人 我知道他們真的覺得 應該是自己 搞定了就OK 但我就覺得 你這個世界 沒有一個人是全能的 沒有一個人可以萬能到 你什麼都可以做到 你每個人總會有你身上 會有每種優點 例如Karen 可能對於Data的東西 比較熟 Array對於Selling的東西 比較熟 我可能對於Production的東西 比較熟 可能大家合起來 才做到一件 最好的產品 對 Crossover 最完美的產品 但如果你說 Array要自己做完 我們兩個 完全幫不了手 可能做了一件 很好的產品 但是 別人去看的時候 別人總會找到一些 你的產品上的一個缺點 人是很奇怪的 你找別人的缺點 是很容易的 你去讚賞別人的優點 是很難的事 所以 與其 要被人找到一個缺點 那為什麼你不找到幾個 一起合作 做一件漂亮的產品 讓別人找不到一個缺點呢 嗯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 覺得首先 要做好自己的事 當然 黃先生可能會覺得 不應該靠 其他人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 我想他說的點 就是不要抱怨這個點 但是 首先還是要做回自己的工作 然後再去找其他人幫忙 那種幫忙 那種幫忙就不是 只是90%或者100% 靠人去令你整盤生意 去建立起來 反而是自己做好 才去找其他人幫忙 才健康一點 對 我就已經跟Caren說了 其實呢 我想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問他拿錢 不是問他拿幫助 即是我相信 即是 就算 你說現在這麼多個企業家 上去加 那一年哪有人幫忙 其實我不相信沒有 只不過在後面的 他未必在這次 也未必在其他 即是可能有其他 可能有其他 你是不知道在後面 但我不相信 一個人的能力 可以做到好多事情 一定是有好多人幫助 嗯 但我覺得 這陣子我經常見到這個問題 就是 咦?我覺得 又是很表面 即是經常 大家看的問題都很表面 不是A就是B 沒有C 但其實 其實最重要的是 創業的心態 不是說 我第一步走出來 我就求有人幫 即是一定要 喂 沒有錢做不到 是第一步的心態 你有沒有走第一步出來 是 即是你說 沒有錢不想了 所以連第一步都不走 這就是錯了 因為沒有錢不走 但不是 如果你走了第一步 而你發覺第一步的時候 你是因為血罰資金 而沒有辦法 可以 expand 沒有辦法行動 但是你走到第一步 你其實應該要做這一步 是的 我覺得不要被這個概念誤導了大家 就是說 我一走出來 現在的人說 創業不要靠資金 不要經常說要招錢 不是 但我覺得 首先大家應該要走到第一步出來 你肯斷了 即是斷了你的東西 原來見到有前景或其他事情 你就去拿資金也好 因為拿了資金 因時制宜 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內 去做一件正確的事 如果時間不適合不成 其實你所有事情都是沒有用 徒然的所有事情 你如果做得好的 就是說 你走到第一步出來 將你做得好的事情 去放大 給更加多人知道 這個才是正確 我個人覺得 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不是說 每個人都說 不要下去 那不要開始了 那就躲起來了 那又是浪費了 但這也就是錯 一開始就說 我首先要拿錢 拿不到錢 我什麼都不開始 這個心態就是很不要 這是不應該完全向錢看的 老實說 但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他不是真的開始就算 真是相信 去想個概念出來 去表現 薄有錢 沒有錢就算 其實這個概念可能可以 當然那個時刻去表現的時候 未必是中他 但可能他的概念可以 因為拿不到錢 就不開始 免得浪費了錢 其實我想 找人幫的事情 例如我要幫人 或者我要投資 一件事 我都會想一下 那個人究竟夠不夠堅持 或者是否值得幫 其實幫和不幫 所謂幫 其實都是一個win-win的情況 投資者 投資了下來 其實他如果眼光獨到 而他又覺得值得去投資 其實他的回報 都會有 一定 變了就不是一個純粹單向 其實兩邊都會有 大家是公平的 他放得夠錢下來 其實根本 他是預了有機會去虧 就是一個投資 什麼叫投資 就是因為不是賺眼 如果賺眼就不是投資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必賺 那些就不是投資 那些就石頭叫做 那些叫中金 那些叫中金 那些叫做 我又很認同兩位 老實說 你不要想著 這個世界是win-win 才是大家開心 如果只有你一個贊賞 沒有人跟你玩 這個遊戲 心說一句 創業是一班人的事 一個人就太累了 馬雲是這樣說的 我連馬雲也是這樣說 老實說 我們跟馬雲也是朋友 今晚發夢見 又發夢見 好害怕 Youtube見 先把嘴巴拿好 好 這節先說到這裡 待會回來再說 現在的足球賽事真是精彩 借渣的價錢 有燒鵝比的味道 那你怎麼看呢 我看到人不笑 這麼誇張 想知道最新球隊 球員消息 抽盡最豐富的水 猜得最精準的球 可以怎樣呢 那大家記得留意 星期六的時候 有Rio Ryan Kelvin 和我領少為大家主持的 Only One FC 行了 拜拜 那些人 大家知道 你會不會有 賣罪 你自己會不會有 天王巨星 你不打擊 我會不會有 你害怕 冠軍大熱 你不預期 我不會跟你客氣 我們繼續 應讚則讚 應插插 Only One Radio 全港最抽得發聲 南球雜誌 Run And Dunk 喂 其實我們有什麼 抽得呢 抽水咯 哦 喂 你在聽什麼呀 在聽廣播咯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還有遲些睡 和大家一起說 香港播 好 回來 由我開頭 耶 終於 那我們今次不如說說共享經濟 好呀 耶 共享經濟可能有些朋友都聽過 那 這個究竟是什麼呢 我之前看過一些報道 他的定義原來是 在網絡的世界裏面 任何資源都可以出租 例如一些 好像大家聽過的Uber Airbnb等等 都是一些共享經濟的概念 那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解釋到共享經濟呢 有什麼東西 大家有沒有 對了 其實呢 例如一些限制的資源被擊活 例如我有一間屋 那一間屋 就不是常常住的 純粹當是度假 那我就可以放在Airbnb 等其他外地來旅遊的人 去租我這間屋 那我有問題 我先擦一擦 好呀 那鑰匙放在哪裏 有些個案子 是放在旁邊的士多 OK 明白了 那就不用特意回來了 馬上解決了 另外就是說 傳統時代的資源出租和中介被滅亡 即是沒有了中間那一層 所謂沒有了中間那一層 就是 傳統可能你需要經過一個Agent 一個中間代理人 才可以把你的房子出租 但是 你經過一個平台 或者一個網站 已經可以做到 買家和買家 兩個自己去溝通了 即是50分工作室 對 有PM的系統 聽得好 聽得好 另外第三 就是說 資源擁有權和使用權 是拆分了 說回家的例子 我擁有一間屋 但我不需要去 應該說 我租那間屋的時候 我不需要去擁有那間屋 我純粹去使用它 純粹去租那間屋 另外就是 那個共享經濟才剛開始 那 這個共享經濟第一批創業 就是 說回Uber和Airbnb 它是 解決了一個很單一的問題 那 Uber大家都聽過 哈哈 對 你做車 應該更加熟 是否給別人 在上面接些訂單 例如 我有一架車 看到有人想 從這裡到這裡 我以為車有空 那我就車去了 類似 哈哈 還有一個 可以解釋共享經濟 就是 可能以前大家都看過一本書 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就是世界變平坦了 就是世界變平坦了 對 它說世界很多產品和生產都已經平坦了 那就不要再做一些沒有創新的生產工作 所以要做一些有創意的工作 其實現在這個共享經濟 會顛覆了以前所謂的服務業 還有一些服務中介 對 那這就是共享經濟 就是其實 透過一個網上的平台 或者透過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就是去把一些 限制自己的資料 去出來 就是每個人都是老闆 其實簡單來說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老闆 對 其實Airbnb 我想Airbnb就是 就是把大家限制自己的屋租出來 然後有車友就是這樣 其實我想是把大家自己手上的資產 其實什麼都可以做到 對 定義就是所有資源都可以租出去 我的電話應該都可以想想 租出去 租什麼呢 還有什麼可以租啊 啊 時間可以嗎 哇 時間這招高 這個價錢應該很高 租地方都可以 我租阿Ken 這裡租 這裡一向都出租 這是共享資源 這位一向都是 又經濟了一盤生意 對 對 立即有本生意 我們應該在這個位置 就衍生想想還有什麼共享 可以做到 對 香港其實都有點難度 我覺得 香港基於法例 法例上可能租屋那裏有些限制 當年好像Airbnb 都是在香港很早期已經成立了他們的辦公室 但後來都要去 即是帶走 去到新加坡才設定到 其實當中就牽涉到一些法例上的問題 香港是租屋那裏需要有一個賓館牌 對 那裏的門檻會比較高 對於所謂共享經濟的一些平台 就有點阻礙 我想都不止Airbnb 例如剛才說的Urba 雖然我知道它正在發展 可能在想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但其實它一定有這個問題 香港是不容許這種白牌車 簡單來說就是白牌車 其實大陸也不容許 其實在中國也不容許 嚴格上你那裏不容許 對 但我們真的不知道外國是怎樣 外國可能可以 其實初初也是有些障礙 因為其實它是直接跟車輛 或者是跟的士司機 是一個直接的競爭 但其實我經常覺得 你是一個自由的經濟體系 即是經常講資本主義 那其實是否應該讓這些東西走到呢 即是說一句 即是大者為先 大家都是 大家一起去賺錢 對吧 你沒有理由說 因為我要維持你的生存空間 那就不讓我這樣做 是啊 其實變身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營運方式 那為什麼你又不能給我呢 還是要規範我呢 所以在Uber和Airbnb這個例子 在香港生存 有他們的難度 但就變成了 其實又是那句 有危才有機 其實他們可不可以當中 去找一個生存空間呢 其實我相信有機會 只不過是當中 他們會不會很樂觀 剛才我們那一節經常說 很樂觀地去 嘗試解決問題 但這件事真的要拭目以待 老實說 你會看回 其實他們帶出了兩件事 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 即是說 剛才說到 Airbnb也好 或者Uber也好 他來到香港就發現 咦 原來這麼多棘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香港創業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去想 其實就是 到底法律上容不容許 有沒有危險呢 曾經有位前輩都跟我說 你想想那件事 如果他不是刑事 盡量嘗試去做 他就說 如果刑事 那當然不要拚 會犯法 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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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牢 就不會拚 但就不要 但不要犯人事 就有樣東西 被你嚇怕 他之前這樣說 我覺得他講得不無道理 你不嘗試走下一步 你永遠走不到第二步 你走到這一步 你就可以去想 怎樣解決法律的問題 怎樣去避開他 或者怎樣合法地做到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 原來 就算香港做不到 乾坤大羅爾 我們不在香港做 其實 找一隻豬出來 找一隻豬出來 在他身上就可以了 剛剛Karen也提過 你可以真的想想 香港不行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其他地方是可以的 你在香港 好像GoGoWang 感覺上 GoGoWang 現在在香港 他還是不收費 大家以為他沒有錢賺 他就去了其他地方 當然 香港他有錢賺 但除了香港賺錢 其實他拿著那套 環境 去到外國 他已經運了投資 其實他在外國發展 發展通間更大 所以其實 有時候 所以經常被自己搬死了 我在這裡 我只認識這個地方的事情 我就做不到 因為他覺得法律不行 不是的 其實你想清楚 為何會這麼深體驗 就是 前陣子看到 順風車apps 前陣子的新聞說 其實很棒 是很有效地運用資源 但第一 你想想賺錢位 在哪裡 其實還未想到 先不要想賺錢位 我們再說 咦 我怎知道上了車那些是甚麼人 有空滑花車 弄壞車 怎麼辦 然後再想 法例上好像未必可以 即是等於釣泥曼 掛牌車 有問題 其實已經停止了 所有想過的想法 或者不經不回事 就想 誰知早幾天新聞報紙 已經看到 原來是可以的 他還集資到八千多萬 即是不要讓一些法律問題 被人搬死自己 當然他不是在香港 即是在外國 我想在外國更加有需要 即是地大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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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原來發覺 是這樣的 還有他又再做多些事情 例如身份認證 你要搭上風車 不是不行 但我要知道你是甚麼水 要有你的資訊 才可以讓你上車 即是有這樣的東西 才可以讓你上車 哇 填資訊 又回到馬雲的大資訊 有些事改 是呀 又回到馬雲的 無論如何都好 在香港做生意 即是如果你對法律問題 真的有點不太認知 可以再聽另一個節目 法規先鋒 法規先鋒 就是我和Felix主持 一定要聽 又回到 又回到 又回到廣告 以及都很認真 不要純粹感覺到 不要打低自己 所有想想的想法 有很多事情都是 也是的 Rae剛才有說過 即是有很多事情 他剛才說的順風車 那個想法就好 或者其他朋友 想過其他一些 很瘋狂的想法都好 可能就是 算了 都是不可能 都是沒有機會 然後就打死 打消了自己的念頭 有很多事情都是靠 純粹因為你當初 一個瘋狂的想法 然後今天才會有 這件事出現 好 老實說 我的Radio都是這樣 我這張Radio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出生的 很棒 何時打出國際 我正在計劃 認真 我真的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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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些外國的機構合作 是把Only One Radio的品牌 帶離開香港 在外國是有分佈的 即是在討論 在討論 希望成功 要操定英文 等你 我講英文可以 可以 沒有討論 有些原機 對這個語言 對這個語言 是英文嗎 英文是直角波 我快點指 我沒有說 你沒有說 你沒有說 你沒有這個語言 就知道了 果然很國際化 或者可能 I don't know 那些 I don't know 那些 看看如何 希望成功 但也是那句 不要怕失敗 又是剛才那節聽的 不要怕失敗 最重要是保持樂觀的心情 否則整件事 又可以自己打敗自己 對不對 沒錯 好啦 這件就說完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帶給觀眾聽眾 當然有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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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又想分享一下這篇報道 剛剛也有說過 大家的創業經常遇到很多成功 失敗 風光背後 其實失敗者 剛才在說的 失敗率是九成 對 到今時今日都未知道 最喪 哈哈 真的沒有想過 你真的沒有想過 整件事 未成功和未失敗是一樣的 哈哈 這裡他訪問了一些 就是 startup的創辦人 他就 他沒有說是成功還是失敗 但他就 訪問他 為什麼都不方差 他沒有開身份 匿名 匿名 其實他在說到底 其實不是你 不是 真的不是我 其實他是說 到底 經歷過這些之後 反省完錯誤 其實有什麼創業初歌 不應該重蹈覆轍 我覺得 都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創業初歌 老闆就不要聽了 我想不用聽了 老闆就知道 我要聽 創業初歌我依然 我們直接要問 問他們 我也是 BB 說吧 好難 好難 第一 你自己都問一下自己 這是四條問題 你有沒有拍檔 或者員工為你執行你的生意 員工沒有拍檔有 還有生意裡面 所有的科技有關元素 就是那個拍檔有沒有負責 你有沒有拍檔 或者員工 Karen 你有沒有 當然 很厲害的技術 Back up 我有拍檔 全部員工 所以你們成功了 那你呢 我當然有 我自己就是 就是技術 技術 技術 其實就是我自己 包含科技元素 包含科技元素 那我真的有 你也是 你也是 對 那好吧 我再說完一次過 最後一次過說 為何這麼說 好 第二問題 又問一下你 你有沒有時間 執行這些元素 也有的 自己有沒有時間 要自己嗎 沒有 真的沒有 好可怕 真的沒有 那你要想一下 Auto還在運動 對 那第三 你可以證明到 你的產品 或者服務 是不會被對手 迅速容易抄襲的嗎 很難 這個節目 應該只有一個Ray 跟一個Karen 還有一個Karen 只有一個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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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adeo 第二個就叫Only2 哈哈哈哈 他問這件事 就是說 你有沒有信心 就是抄襲 那其實 我想 抄襲就很容易 內容裡面 跟你花的心思 應該很有關係 這個執行力 第四 就是 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吸引到投資者 起碼投資 十萬元美金 在你的生意上 充滿信心 一百萬 一百萬 看低你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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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美金 十萬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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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個零 哈哈哈哈 那他就說 你如果 對於上世界的問題 都是搭市 那你就有潛質 開始實踐你的想法 當然沒有人保證你成不成功 但是生意失敗 給了他們的學生機會 就是犯了很多 這麼基本的錯誤 但是犯了這些錯誤 就令到他們 變得好 那我覺得剛剛 這四個問題 就是問得很好的 就是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他第一條問題 就是要問問 有沒有科技有關的元素 對 為什麼 一定要有IT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聽聽最近的 startup也好 有哪一間 跟IT 或者APP 網站 是有關的 我剛剛想到的 就是跟我們今集 是完全有關的 因為我們今集 基本上所有東西 都跟IT有關的 Hit topic 對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startup 為什麼一定是IT 低成本 對 基本上是真的了解 因為基本上都是成本低 還有爆發點很強 爆發點很快 還有生命周期有點短 還有又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現在大勢所趨的行業 快起快落 大家一定要快 在這個時候 入門 垃 CAP 我覺得是剛才提到成本低 是真的事實 如果你對比以前 你單 тур一盆 hi ھ 不要說以前 和我們上次說 queer吸 engl 什麼的 也說多少 多多多少 至少一百元 也 Kang King 至少六位數 但IT olvidate 為什麼他很著重這件事呢? 而且現在人類的生活沒有IT 就已經是另一個生活 原始朱落幾 差不多了,都接近了 怎樣也要有電話 所以他問第一個問題 第二題,你有沒有時間去做這些事? 執行你的生意或執行IT 因為時間性其實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根本沒有時間 或者你自己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去執行這件事的時候 創什麼鬼的業,在家睡覺算 你又怕辛苦,又不想浪費時間 不要做 其實我也很怕的 認真的,怕辛苦就是每個人都會怕的 但是,像嘉義媽媽說的 你不撞他頭上牆,你怎知道那半牆穿不穿 怎知有雲嘉義媽媽說 好了,接著你就是 這個問題找得很好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或者你能否證明 不會被人抄襲 不會被人抄襲 原創性這件事,這東西呢 原創性這東西呢 原創性這東西呢 其實原創性這東西呢 但其實另一方面就是 覺得你到底有多好 不要被人複製到 即是你有沒有你獨特的東西 大家如果一起運行同一件事 十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得好些 即是像現在你街邊的旅遊巴公司 都是 全世界都是旅遊巴公司 為何我要找你 你是人情好些 你是技術好些 還是什麼呢 其實全部外表上的東西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坐目的地 都是坐那麼多個人 但問題是為何要找你 除了價錢上有勢 就是你裡面有沒有其他真實服務 或者服務了別人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就是 你很值得思考 就是你有沒有做到一個 即是整個 call value出來 令到別人 沒有那麼容易抄襲到你的東西 我覺得除了技術上的抄襲之外 你要執行到 或者跟別人有少少不同 或者是可能你 可能是 call van的apps 其實每個人都很容易做到 但他最重要的asset 就是資產 就是會是司機 或者是跟司機的關係 或者是上面的質素 那這些我想 都不是那麼容易被人抄襲的東西 沒錯 然後第四點 就是他剛才說 你有沒有吸引到投資者 10萬元的金額 是 其實不難 哈哈 這樣要正 嘩 說得很輕鬆 說得很輕鬆 10萬元而已 為何會這樣說呢 是 保持樂觀的心態 啊 堅持 堅持 要拗錢 不要這樣說 堅持要拗錢 我們不是拗錢 我們是幫他的資產真正 Win win situation 不要經常這樣說 這樣說就嚇死人 說得這麼同秋 哈哈 其實我覺得 實體上 你真的 吸不吸引到投資者 去投資10萬元美金 最後聽到的結果不重要 但問題是 你自己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如果你連自己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會吸引到投資者 來擺錢 的話 那你就不要說什麼 基本上你都不一定不用想 對吧 起碼你自己對自己的生意有信心 起碼他會 覺得他應該有 有興趣來投資 就像剛才馬雲那樣 喂你去得美國 你當然是遇到別人 會有興趣來投資 起碼你覺得是有信心 如果連自己都沒有信心 你就輸了一段 是啊 那在信心 其實有沒有信心 我之前聽過的說法 如果你要有信心 前面是要做很多事情 即你的底子要夠厚 例如 你的條子行不行 那些人行不行 那些執行能力行不行 這樣才會令你有信心 這些四大問題 各位創業者 好好問問自己 我做不做得到 唉 我放高枕頭 怎麼可以 想想一下 不是 怎麼可以籌10萬美金 Kenn你下個星期告訴我 有沒有信心 對 沒問題 信心者加儀 真的一向都有 古語有雲 加儀媽媽說 不是 穿牆 有牆也要去 鑄個頭給你看 怎麼可以 原地轉 原地轉 哈哈 好啦 那 今個禮拜時間差不多了 過了 輕鬆時間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 說拜拜 好啦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聊聊 今個禮拜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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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背後 又是不是與賽斯所說 有一個隱秩序 喂 說實話 超心理學 不是心理學 家族的超字 當然不是心理學 那是什麼 想知道的話 那就逢星期四 收聽由英國留學生媒體 半山熟電台製作 連同香港onlyone radio 播出的節目 不生不熟 超心理啦 多謝你收聽only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以及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